大家好,欢迎来到林东奎聊建筑 时常会听到别人说不讲武德 其实是本时代台湾人充满修炼武德的机会 武德殿的建筑物有什么特殊之处 1920跟1930年代武德殿又有什么差异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这种特殊的建筑类型 早在平安时代的平安京大内里 也就是平安宫的电设建筑配置 燕之松原的西特就配置了观览在松原上进马的武德殿 不过当时比较像是一个观礼台 1895年,旨在振兴教育还有彰显武术的财团法人 大日本武德会在京都成立 在平安神宫境内举办武德纪和大研武会 建立武术教育机构和设施 收集鼓舞器还有保存传统武术 编传以及发行与武德、传统武术、古武器相关的史料 并且表扬在武术方面的杰出人士 结合了爱国主义与振兴国民士气与精神的目的 初代的总裁是皇族小松公张仁亲王 会长是京都府之士渡边千秋 副会长是平安神宫的公司人参基修 从这样的组合可以看到 弘扬武德是结合了王权、政治和宗教支持的活动 武德的养成透过哪些武术的训练与培养呢? 包含上说自战国时代以来 到明治时代武士必修的剑道、马术、公道、枪剑道、流道和射击道等六计道为核心 随着时代需求 陆续加上枪术、炮术、剃刀、合计道、空手道、武神术、居合道、杖术、磅术、手里剑、锁链和枪术等项目 简直就是小型的奥运体操会 而为了满足这些活动的空间机能 武德会也开始在全国各地建造结合信仰和各式运动所需的空间 并且沿用古代皇宫里面的武德殿之名 只是现在不只是在里面观览 而是实质在殿内磨练切磋武艺了 比方说大日本武德会所成立的京都 至今仍留有建于1899年的旧武德殿 虽然战后一度由警察学校及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所使用 最后仍然回归原始用途 既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财 也在里面举办同时可以容纳千人观览的武术教学竞赛活动 台湾进入日本时代之后 在各地也陆续新建修炼武道的场馆 供警察体系和学校的职员以及公职人员修身运动之用 除了武德殿也会使用演武场、政武馆、武道馆等等的名称 武德会营运的财务来源是由会员捐款 入会募集的对象则以景观为主 达到目标的会员数的地区就会开始建立分部 分部长通常是由地方行政首长兼任 可见武道推广深入行政体系和社会的关联 整个日本时代 台湾的武道相关建筑超过400多座 现存则大多是给予文化资产的身份 妥善的修复保存 以下分享几座仍然在台湾各地现存的武德殿建筑 现于1924年的高雄武德殿 是红砖构造的西洋式屋身 以及入母屋造屋顶构成的合洋混合风格 玄关以西洋风格的塔斯干注释 撑起了唐破风造型的车际屋顶 外观设计剑和剑靶所合体的破魔石造型的装饰 由洗石子所装饰 战后曾经由古山国民学校作为教室及教师宿舍 2004年完成整修后 委托社团法人高雄剑道文化促进会经营管理 是最早恢复原本使用功能的武德殿 同样建于1924年的新化武德殿 经过1936年的改建 带有少见的装饰艺术风格 战后作为警察卷舍 门前增建了消防队的厅舍 门狼因此遭到拆除 2010年进行整修时 日本时代新建石的建材商 融成砖窑厂的后代提供了原始的照片 如今才得以重建回原貌 修复时建筑师特别展示了在木造地板下 为了减缓在运动时对人体冲击的弹簧构造 可以见到日本传统形式的外观 它的里面因应现代化的使用需求 建筑设备的演进 1930年代钢筋混凝土构造逐渐普及 开始发展出以水泥模仿木作构造的武德殿 或许有人觉得好奇 需要运动的场所 为何不盖成现代化体育场就好了 这也反映了武德殿的功能 不但具有强身健体的功能 在大日本武德会主导运作的宗旨下 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层面仍然相当重要 因此也需要以传统的建筑形式 作为相应的行为容器 1920年代的武德殿 还有一些模仿西洋建筑风格的文明开化表现 反倒是新材料技术已经成熟的1930年代 在复兴亚洲的政治情势之下 反而更加的强调传统东亚的文化面包 这点跟新亚式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 建于1930年的彰化武德殿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案例 彰化武德殿在战后曾经作为彰化忠烈池 它的梁柱整个被油漆成红色 2005年修复完成之后 曾经遭到民众抗议委外的餐饮业者 想要在这边卖火锅 于是留下了在武德殿的前面 民间团体已逐渐击倒火锅这样的经典场面 建于1936年的台南武德殿 位于台南的孔庙跟台南神社之间 由台南州土木科银扇系设计兼造 它的外观采用仿木构造的钢筋混凝土 是可以观察到最多东方建筑装饰元素的武德殿 屋顶是入母屋造与千鸟破风构成的复合十字屋籍 破风底下有菊花的纹饰 还有龟甲型的悬鱼 正纹饰有吃尾 它是一种辟邪的图案 上面覆盖的日本瓦 入口门廊左右各使用了一组 三只方柱支撑的前旋的唐破风屋顶 整体的构图相当稳重 南北长相立面以入口为中心 左右各四开间 上面做固定的采光窗 下面是对开门 台积其实就是一楼 它的外观用洗漆字覆盖表面 并且以水平分割线 模仿石头气造的厚实感 墙面上开窗通风采光 上面支撑着阳台跟走廊 栏杆也做成仿木构造的造型 为新时代技术革新下 以风格延续传统文化的 和魂阳才之作 建于1937年的南投武德殿 也是钢筋混凝土造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高耸的台积相当凸显气势 屋顶为切漆造 结合入母屋造 战后曾经作为南投县警察局 台湾省三地农牧局 南投县机关学校员工合作社 以及南投县环保局等等 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治理中心 1994年开始规划成为地方文化园区 包括县史馆 南投桃展示馆 县史图书文献室和艺术家资料馆 此外近年修复后 活化作为展览以及活动等各种用途的 还有大西武德殿 奇山武德殿 屏东武德殿 还有龙潭武德殿等等 而尚未修复 但是非常期待 在未来修复后 重振武德的 还有新装武德殿 二龄武德殿和仿疗武德殿等等 除了各地方行政区所属的武德殿 在监狱系统 教育系统也都有这类磨练武德和体能的场所 如新竹少年刑务所的研武场 台中刑务所的研武场 台南刑务所的药道馆 新竹中学的建道馆等等 在日本的领土之外 目前也仍保存了许多 战前因为日本居民使用而建造了武德殿 包含一般大众印象 认为比较排斥日本文化的某个东亚大国 位于长春市的神武殿 是纪念1940年 皇祭2600年的时候 由满洲国的祭司 公帝二郎所设计 竹中公务殿施工 灰色的花钢岩台基 和黑色的陶瓦 这样的组合 古朴典雅 战后曾经作为国民党的军校 东北大学和吉林大学的礼堂等等用途 中共政权成立之后 曾经改为民放工 现在作为吉林大学的附属中学礼堂 天津武德殿建于1942年 作为日本驻军和侨民习武健身的场所 战后遣返日侨 由天津市政府收回使用 曾经当作护士学校 天津总医院附属幼儿园 1976年唐山大地震曾经导致损坏 2008年进行了整修恢复原貌 现在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图书馆 武士是从平安时代诞生的社会阶级 到了江户时代发展成重视德性和荣誉 文武双修与效忠君主的武士道 虽然明治唯新初期 因为市民平等的政策一度遭到贬义 但是毕竟升值日本社会的价值观 又透过了弘扬武德的面貌回归 还加上了强身健体的实质意涵 虽然二次大战之后 大日本武德会被GHQ 也就是驻日盟军总司令给解散 但是台湾曾经受到日本统治 或许某一部分的社会内涵 还保留了一点会讲武德的基因吧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林总葵 廖建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